好 我们继续带你谈贸易战 这个贸易战呢 这个害惨了中美两国的经济 贸易战底下没有赢家嘛 我们常这样讲 只有谁输的多一点 谁撑的久一点 撑到对方先投降嘛 贸易战 关税战 怎么可能有赢家嘛 所以呢 你要说这个贸易战 害惨了中美两国的经济 这个事举是都知道的真理 但是唯独一个人不知道 装睡的人叫不醒 他就是川普 但川普呢 最近他终于愿意承认了 因为呢 经济指标摊出来 看白纸黑字 他再也否认不了 近期美国的经济数据非常难看 而且不只是当前的经济数据不好 连有一些先行指标 就是可以预测未来的一些经济指标 也都很惨 都指向接下来的美国经济 要走向衰退了 这也让川普终于愿意承认 他说对啦对啦 贸易战对啦 我会让这个美国经济有一点点冲击 但是呢 他还是很嘴硬 他说我是这样一点点冲击 但是中国冲击这么大 然后他说中国是57年来最惨的 然后呢 他依旧是这样讲 中国急着谈 美国我就可有可无 要谈来谈 不谈就算了 拉倒 反正倒霉的是你们北京 但是真的是像川普讲的说 北京就是一个软柿子 然后求着他拜托跟我谈吗 好像也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最近以来发现北京政府在贸易谈判当中的态度 也是姿态越来越高了 要谈OK来谈 但是呢 如果不谈的话 那就不谈哦 我们可以从中国最近一些高官 他们的讲话就听得出端倪 你要怎么样去判断中国大陆 他们官方的态度 一则你要看他的官方媒体 官方媒体很多嘛 这个中央人民日报嘛 然后你看央视嘛 然后你看新华社嘛 你看环球时报嘛 很多官方媒体 你看他们文章的态度 你大概可以抓到北京政府他们最近的态度 当然我们如果直接听得到习近平讲话 那更是直接了解北京态度 所以我们来看习近平最近讲话咯 他在公开演说当中他直接讲 他这样讲哦 他说呢 共产党面临挑战的时候 本来就是要斗争 这个是 就是共产党的精神 就是要斗争 然后呢 他就特别点了说 哪一些状况我们要斗争哦 他说只要危害了中国发展的利益 危害了中国发展的利益 就要坚决斗争 而且一定要斗争到胜利 那习近平最近这番谈话就被大家开始解读咯 哎 似乎就是北京在贸易战当中 确认了现在北京政府的态度 不会轻易软化 不过无论如何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确定10月份要重新复谈了 那接下来有可能谈出一朵花吗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目前为止双方的态度 我们帮大家做整理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我们就一块来看 首先来看看决定要复谈了 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国股市 还包括了亚洲股市 全面大涨很重要一个原因 这个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 捏我我捏你 到最后我还要互相捏着对方的这个腰 然后还是要坐下来谈 好我们看到中美复谈确定在10月份要登场了 据说是赖海贼打了一通电话给刘鹤 两个人就讲好了 9月中我们开始来次涨级的磋商 然后就谈接下来要谈的一些相关的议程 那我们在哪里谈 我们可能要谈到什么样的范围 确定了10月初到那个华府 到美国去华盛顿 继续来谈高级别的一个会谈 那高级别谁高级别 当然就是赖海贼跟我们的刘鹤了 所以呢在10月份两个人要再度见面 在美国再谈一次 但是呢有可能谈出结论吗 其实非常多的一些财经专家 分析师 财经媒体 大家其实都并不是乐观的 我们来看像彭博士直接讲了 他说关税其实已经造成了互相的不信任感 9月1号互加关税嘛 所以呢他说这个9月份的谈判也没有达成共识啊 那10月份的谈判更不用说 而且呢10月份其实距离现在还蛮久的时间 还要继续看看这个每天川普的推特又写了什么 改天又翻脸不知道嘛 所以呢感觉变数还非常多 不过无论如何已经敲定了 10月初要在美国再度做回谈判桌 不过呢在做回谈判桌之前 现在的中国跟美国之间还在你捏我 我捏你 你捏我嘴巴 我咬你哦 好那我们来看到互相怎么动作的哦 先是9月3号 中国的商务部他就公布了一份 他说我要课你税 因为一直以来在课税这件事情上 这个都美国比较占有主动的地位嘛 那这个中国方面就是比较 感觉是被动的 你课我才反击你一下 但是这回是主动出招 9月3号中国的商务部公布 他说我要针对进口的本分 本分呢是一种这个化工物质 那他是做很多东西的原料 比如说像是树脂啊 比如说像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他是原料的一个概念 进口的本分要征 反倾销税 好那这反倾销税呢 很多地方哦 因为呢这个进口的本分很多地方 中国跟很多地方进口 比如说有美国 比如说像欧盟 韩国日本 他跟很多地方进口 他说我都要课征反倾销税 但是税率的差别非常大 从10%到280多% 然后呢其他的国家 你看像欧盟啊 韩国啊日本啊 我就课你10%好了 多的我课你30%好了 课你30% 然后呢美国 坏朋友 课多少 287%的反倾销税 只有美国课你那么多 故意的好不好 你这个美国的企业 你对我这么坏 所以呢故意课你这么多 那其他的我就意思意思 反倾销10% 30% 哇这个针对意味非常浓厚哦 那当然啦 这个美国立刻反击 我们看到9月4号 9月3号你课我税 你课这么多 而且你通通都课287那就算了 对不对 别人都课少少的 你课我这么多 你分明就是怎么样 好 没关系我也可以 美国赶快回去翻 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课你 哇翻出来 结构纲 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国在9月4号 立刻反击 他说我要课你反倾销税 要课谁不会 我课你反倾销税结构纲 然后一样他课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中国 一个就是墨西哥 墨西哥就躺着也中枪 怪他什么事啊 就是人家故意要弄中国 所以呢另外也来一个 才有比较才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呢故意墨西哥 我就课你31% 那中国厂商 我课你141% 是不是 你要差别待遇嘛 我也会 所以你就来这一招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中美双方 还在这个反倾销税商中 又另辟战场 所以呢也难怪 这么多的财经媒体 对于接下来10月份 重新回到谈判桌 并不抱着很高的期待 美中贸易战一再卡关 两国不断尝试沟通再沟通 刘鹤表示 中美关系关乎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 中国副总理刘鹤 应约会见来访的美国 两位参议员 双方强调各自立场 希望赶快解决经贸冲突 原在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 也对此加以认同 中国商务部最近还发表声明指出 美国贸易代表赖海哲 和财政部长梅努钦 已经和刘鹤通过电话 并确定10月初两国高级别代表 将进行实质谈判 9月中旬 两边则会先讨论 关于10月初正式搓上准备工作 双方看似诚意十足 但中国却又开出关税大炮 原产于美国 欧盟 韩国 日本和泰国的进口本分存在倾销 决定自本月6号开始对其进口本分征收反倾销税 中国针对不少国家的本分征收反倾销税 针对美国的税率则是最高 多达百分之两百八十七点二 征收期限为五年 北京大动作 课税本分就是因为川普先前乱放话 虽然本分是用来制作各种工业原料 包括溶剂 刺剂 还有合成纤维等领域 但也是鸦片类麻醉药物芬太尼的主要成分 在美国境内经常被滥用 川普却把醉怪到中国都在出口芬太尼 在缴获的五百三十六公斤的芬太尼当中 来自中国的只有五公斤 中方不断强调表示美国的芬太尼大多不是来自中国 反而中国的本分从美国百分之二十六的进口占了大多数 导致北京现在火大正式对本分提高税率 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毒品问题的国际共治 一直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 在中国国内尚无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情况下 列管了多种芬太尼类物质 美国也立刻反击商务部罪行宣布 在初步裁定后将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的结构缸 克征反请销税 但墨西哥税率只有31% 却要克中国高达140%的纵税 中国各大重工业公司都将受到冲击 美中关税交货不停歇 就看十月份的贸易谈判还能否谈出新的转机 三地新闻传统报道 好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贸易谈判 现在感觉僵局僵在这里 那很多人形容说十月一号之前 在中国七十周年的一个国庆之前 可能习近平不太会松口不太会软化 那川普他要选举 当然他有他面子问题 他也不太可能突然间就软化 不过谁知道呢 好 无论如何啦 很多专家的分析是说 可能就会一直僵在这里 然后时好时坏时好时坏了 但是呢 贸易战已经让美国的经济出现了 非常非常严重的警讯了 过去呢 我们都看到川普一再告诉大家说 美国的经济非常完美 就业数字 他告诉你 他常常讲两个指标 一个他告诉你美股 那美股一直在高档晃来晃去 所以他讲美股很棒 OK 你同意他 再来一个他会讲就业数字 他说美国的就业数字非常好啊 很棒啊 所以美国的经济很棒啊 然后他就讲了 那中国很惨很惨很惨 他总是这样说的 但是美国的经济数字真的很棒吗 我们来看一看 最近美国有十大经济指标 全部亮红灯 这每一项都是川普无法否认 所以他今天也正式承认 他说的确影响到美国经济 我们来看哪十大经济指标亮红灯 那我们大家来评估一下嘛 客观看一看 这些数据都是白纸黑字也无法作假 你看了这些数据 你找一点点经济概念 你就知道美国的经济 不像川普说的那么完美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殖利率倒挂 殖利率倒挂呢 它指的是长天期的债券 它的一个殖利率呢 降下来了 短天期的殖利率 往上了 这什么意思啊 通常买债券 比如说你买十年期的债券 那他给你的利率应该比较高 因为我的钱要卡在你十年吧 这样合理吧 我买两年期的债券通常要少一点吧 那因为我卡十年 你要给我多一点钱 不然我为什么要买十年期债券 倒挂什么意思 大家担心 未来的前景不知道怎么样 我钱放这里十年OK吗 大家会非常担心 所以呢殖利率倒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前景 出现了隐忧的一个疑虑 所以呢这个殖利率倒挂 就是最近大家谈很多 再来我们看到了 这是第二季的GDP 它那个成长度呢 已经放缓到2%了 2%是什么概念 你说还在成长应该还行吧 但是它成长的没有那么多了 2018年第四季以来最低的一次 第二季只有2%的一个GDP成长率 再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是象征制造业的一个 这个PMI指数 PMI指数 大家通常讲 这就是一个 你如果什么经济指标都不会 你就看PMI好了 PMI就代表未来的制造业的景气 那很简单看 50当作融枯线 50以上叫做还不赖很棒 50以下叫做哦哦糟糕 好那我们来看 8月份的ISM的制造业 PMI49.1 7月份它就已经跌破了50了 那到8月份 大家本来还期待说会不会翻回去 因为你如果立刻翻回去 那就代表哦还OK 可以啦可以啦 勉强接受一个月掉到融枯线下 但是8月份还在49.1 而且是距离50融枯线 越来越远 你就知道那个前景恐怕 哦哦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四 企业的获利在衰退 本来呢在美国企业的 这个估计成长率7.6% 现在2.3% 很惨 再来我们看到了第五 这也是一个先行指标 叫做运费指数 运费指数呢 如果这个运费 当然做很多的一些商品 就要看运费了 运费指数变很高的话 哇那经济就开始往上行 运费指数开始往下掉 代表所有的船 货轮全部空在那嘛 所以呢运费才会往下嘛 因为我要低价抢市嘛 你有货我帮你运我帮你运嘛 他要低价抢市 所以呢运费指数开始往下掉的时候 经济会开始走萎缩的状况 再来我们看到下 另外五个经济指标 同博士 大家通常看同价哦 呃大家会说那个叫做同博士 为什么呢 因为呢同价呢 就是非常直接的反映了接下来的景气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同价半年的跌幅超过13% 同博士一直在往下跌 代表大家对于未来景气并不看好 黄金 避险商品 避险商品倒是飙涨 而且涨幅也太大了吧 大家是有多怕才会把这个黄金飙涨20% 另外我们带你看全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 还有这个指数是历史上新高 大家的商业资本支出就是对未来的投资 你看来到四年新低 八月的新订单指数七年新低 这一项一项都代表了 美国的经济前景都是一个大问号亮红灯 川普承认了 我们带您来看川普怎么讲哦 川普今天呢在记者的逼问下 他就讲了 他就说 对啦对啦 就是贸易战啦 他说如果没有贸易战的话 我们的股票市长 他指的是美股 他说美股呢 会比现在高出一万点 他说但是啊 就是有人要挺身而出来 对付中国啊 所以我就是那个的chosen one啊 所以就是我啦 我来对付中国 那付出一点点经济的代价 他终于承认了哦 好不过呢 那习近平在他那一点点代价 他的chosen one 他来对付中国 习近平是省油的灯吗 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最近 针对了贸易战 他非常隐晦的提到了 斗争这两个字哦 他是在中共的中央党校的一个 这个这个开校的仪式当中 他讲了这番话 他说只要危及了主权 中国的主权 核心利益都要坚决斗争 取得胜利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习近平他讲话的全文哦 为什么会说他这番话 是在暗指贸易战呢 我们要带您看有几个关键字 好我们首先这个场合哦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 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的当中他讲的 好首先我们为什么讲说 他这番话是在暗指贸易战 我们来看这几个字 我特别把它用这个 荧光笔引起来叫做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你记不记得在 这个贸易战过程当中 习近平有一次公开讲的话 他直接这样讲 他就讲了 他说贸易战就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又用同样的字眼来形容 那就代表了 你可以把这几个字哦 这总共八个字吗 你可以把它等同于叫做 中美贸易战 好了那他这样讲了 他说我们党啊 这个领导的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 过程当中非常的繁复 但是呢 他说会经历一系列的 重大风险的考验 我们要怎么样完成任务目标 就要发挥斗争精神 好然后他就下头继续讲了 他讲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来都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够实现的 你要实现伟大的梦想 你就要进行伟大斗争 他说啊 这个当这个形势非常严峻 还有斗争任务 放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骨头要硬 敢于出击 敢战能胜 骨头硬哦 不是嘴硬哦 不像川普哦 你要骨头硬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下头 他怎么写的 他就说什么状况之下 要斗争 在这里哦 凡事危害了 我国主权 有没有 之前不是谈到一半 他要反悔 因为呢 美国说 我要派人来监督你 有没有好好做嘛 你怎么能把你自己的政府 给人家监督呢 危害了主权 是不是 是吧 另外呢 危害了安全 危害了发展利益 各种风险挑战的时候 我就要斗争 另外呢 危害了我国的核心利益 还有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 要斗争 危害了国人根本利益 有没有华为是不是啊 危害了国人根本利益的风险挑战 好我要斗争 只要来了 我们就要进行坚决斗争 而且要取得斗争胜利 然后呢 习近平也告诉大家 他说呢 我们要做到 在各种重大的斗争 考验面前 不畏浮云遮望眼 什么意思啊 前面有非常多浮云 但是呢 不用怕 不用怕现在眼前的浮云 因为呢 你要往远方看 你要看未来远大的 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 他在鼓励他的人民 还有呢 乱云飞渡 仍匆荣 就是你要匆匆荣荣的 来看待这一段 他认为是 比较波澜壮阔 这一段挫折 所以这是习近平的谈话 那很多人说了 就因为那几个字 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以才说 其实他暗指的 就是在中美贸易战当中 现在的北京政府 已经告诉他的人民 不会轻易妥协 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强调 中国现在是经济最差的一年 但川普居然也松口表示 自家美国的经济 也正在面临窘境 美国经济确实开始亮起红灯 特别是美国债券市场利率 全面下降之下 具有指标性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从八月中旬后 已经多次跌破两年期收益率 出现收益率曲线倒挂的现象 可说是经济衰退最典型的信号 八月份美国的制造业 PMI继续走低 来到49.1 在容枯限之下 至于美国的企业获利 成长预测也大幅下降 2018年12月 原本预计的成长率为7.6% 如今却只剩下2.3% 美国经济不断放缓 第二季2%的GDP成长率 也成了今年最低的一次 还有7月份的卡斯运费指数 下跌5.9% 显示出美国经济正在萎缩 另外也是经济健康指标的同价 半年内下跌超过13% 并且用的黄金 四个月来的价格 也居然飙升了20%以上 其实我们一直说 最大的牺牲品 就是全球经济 因为全球经济会受到摩擦 等等关税这方面的拖累 从全球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指数来看 6月份数字来到了 342的史上最高点 美国第二季国内私人投资总额 也下跌了5.5% 刷新三年多来的新低记录 最后还有美国8月份订单 分项指数为47.2 创下2012年6月份之后的最惨数字 但川普终究认为 相较于中国美国还不算差 只是无论川普有多强硬 中国方面依然顽强抵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为此发表了一段演说 对外喊话 习近平强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习近平不断谈到坚决斗争 在某种程度上 影射北京对华府的强硬立场 可看出美中两国硬碰硬 这场贸易战如今 恐怕已经陷入凝照 在那些文章都不懂